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南瓜是我们平常最常见的食材 营养丰富 它不仅具有清热解毒 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 还具有美容养盐 预防胃炎的作用 南瓜的吃法多种多样 可以炒、煮、炸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南瓜的养生新吃法 不仅可以护眼、养胃、保护肝肾 还能够润肠通便、减肥 并且能够抗癌、防癌 比吃补呀还要补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做法吧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南瓜 先把南瓜的外皮去掉 南瓜我们要选择熟透的南瓜 那样营养价值会高一些 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南瓜中氛氧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 菇和果胶菇 是胰岛素细胞合成胰岛素 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南瓜中菇含量特别的丰富 在各类蔬菜中去守卫 所以常吃南瓜 有助于胰岛素水平的调节 并且能够防止糖尿病降低血糖 骨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有助于消除体内细胞毒素 和其他有害的物质 而且还可以缓解肠道对糖的脂质吸收 并且能够达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南瓜有消除致癌物质 压硝酸突变的作用 并且有妨碍的效果 能够帮助肝脏功能恢复 增强肝脏细胞的再生能力 多吃南瓜可以预防高血压 以及肝脏和肾脏功能的一些病变 南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菁 参与人体内核酸蛋白质合成 是肾上腺皮素基数的固有成分 为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特别是南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 维生素和果胶 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能结合和消除体内细菌毒素 和其他有害物质 重金属钳 拱和放射性元素 能够起到很好的解毒作用 南瓜所含的果胶 可以保护胃肠道粘膜 避免粗糙食品受到刺激 促进胃肠溃疡的愈合 微病患者可以多吃一些南瓜 南瓜还能够促进胆汁分泌 加强胃肠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 之后把南瓜切成薄片 然后把南瓜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 接下准备一段山药 用瓜皮道刮去外皮 对山药粘液过敏的朋友 一定要戴上手套操作 防止山药的粘液粘到手 选用山药的时候 也可以选用干山药 但是用铁棍山药 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铁棍山药口感会更好 更有营养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样的食物 同时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山药可以健脾养胃 益气安神 护肾养颜 对身体的好处特别的多 尤其是老年人和小朋友 可以多吃一些山药特别的好 山药中的黏液蛋白 可以降低胆固醇 预防心血管的止止沉积 还有力于防止动脉硬化 对身体有特别好的保健作用 削去外皮之后 把山药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00克小米 加入清水把小米淘洗干净 小米就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并且能够安省助眠 对心烦不昧 心神不宁 失眠多么的人 适当地吃小米 有很好的安省助眠的作用 并且能够促进睡眠 而且小米还能够合胃益胜 对于肾虚导致的虚发早白 腿脚无力 四肢酸软的人 适当地吃小米 通过滋补圣经 有特别好的综合补益作用 小米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进而在缓解疲劳 恢复体力方面作用特别的大 淘米的次数不要过多 两遍就可以了 淘米的次数过多 米香味会流失 营养价值也会流失 淘洗干净 控水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20克百合 加入清水淘洗干净 百合可以宁心安省 对于神经衰弱 精神不好的朋友们 有特别好的治疗价值 如果平时经常记忆力减退 失眠又多梦 头晕目眩眼睛发黑 可以使用百合 百合具有非常好的清新除烦的作用 对于心跳加快 心省不宁的人 可以多吃一些百合 有非常好的宁心作用 百合清洗干净 我们加水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有利于焖煮的时间 再准备小把红枣 红枣不用太多了 五六颗就可以了 加入清水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具有补充益气的功效 红枣中铁元素含量特别的丰富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生成 增加血细胞血氧化 可以省面部气色变红润 红枣中含有的黄铜类成分 有一定的增加性作用 可用于调理心省不宁 失眠多梦等症状 红枣归脾胃胃精 适量吃红枣能够促进脾胃胃韵化 改善腹泻 呕吐 食欲不振 脾须虚弱等病症 红枣虽好 但是一天不要吃的太多 五六颗就可以了 红枣对我们女性特别的友好 平时的时候 我们女性朋友可以一天吃上几颗红枣 补气补血 美容养颜 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 接下准备一口锅 加入12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 我们先开大火把水煮开 水煮开之后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小米一定要开水下锅 这样小米油才能更好地煮出来 搅拌搅拌 我们先焖煮上20分钟的时间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展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过去了 食材已经煮得特别的软烂了 这道特别好喝的南瓜小米粥就做好了 很多糖尿病的朋友不敢喝粥 怕水糖升得比较快 这道小米粥的含糖量特别的低 并且南瓜又是酱糖的食品 所以这道粥有特别好的降睡糖的作用 百合和小米又有非常好的安神 凝心的作用 里面还加入了山药 可以健脾养胃 如果你经常失眠多梦 夜里睡不着 可以多喝这道粥 能够帮助你提高睡眠质量 让你一觉睡到天亮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